就她說不好意思 因為你是已經發騙過歌手 所以我們不會讓你 申請這個位置 我說可是我的街頭一人震 她說早就不需要震了 所以林彩欣不怕 拉不下臉唱街頭 友證申請場地人被打槍 歌手林彩欣前來的走上街頭 和街頭藝人吳正安合作演出 因為像那天新聞出來 那天是很多人拿去文化部 就是有檢舉我們說沒有 因為他一定會覺得我是歌手 我們一定沒有 可是其實我們也不去考 所以竟然有人去檢舉 欸妳是不是有考還是說申請 不用考 後來是不用考的 只要申請就好 但我知道可能早前好幾年 是要考試得 而且還不好考那時候 其實我有自己去申請 只是沒抽到欸 就是那個新衣衛秀的時候 那個太熱門了 所以就申請不到 然後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去華山申請過 很複雜表格 上是自己的作品集資 我自己介紹什麼什麼IG 什麼什麼都給上去 結果後來到了要公佈的時間點 我的那個網頁一直沒有給你 就沒有寫審查中 或是說你沒通過 都沒有講喔 我想說太奇怪了 我要打電話問 結果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你是已經發片過格手 所以我們不會讓你申請這個位置 我說可是我有街頭藝人震 然後說早就不需要證了 所以就是他就還是拒絕我這樣 那時候我還蠻失落 所以有些第一點是 他不允許唱歌表演的 他只給你比方說 除了唱歌表演以外的東西 然後有些是哪個區域 不給大鼓的 就是他好像還是有分出來的 不然我很喜歡看街頭藝人表演欸 不然去看我就哇哇 這樣子很興奮這樣 可是你不會拉不下臉啊 還好啊 我覺得我對自己還是有某一個程度上的自信 就是我覺得我唱得很好 GOODBYE 我無遺憾 不是我該感覺當初的勇敢 像其實現在很多線上歌手 也是街頭演出起家的 陳琳九啊 許書豪啊 他們以前也是唱街頭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好 可能會拉下臉的問題這樣 可是你可能就要接受一些 民眾路過的人的一些話語啊 可能會聽到這樣 啊 誰啊 欸 誰啊這句話我常聽 所以沒有關係 就經過 誰啊 但是我不怕講誰啊 因為我相信我開口唱歌 他們會去查一下我是誰 我有個粉絲很辣 每次來見我都穿超辣的 女生 然後每次我只要有演出 他都會出現 就是我還蠻感動的 然後也有因為那天在街頭 看到我唱歌變成我粉絲 然後回去IG加了我寫信給我的業友 他就說謝謝我的聲音跟歌 就是我的旋遇 陪他度過很多的低潮 然後他希望我可以繼續堅持 就是再寫出更多 或是再唱出更多很好的歌 繼續療癒大家 那希望他的支持 也可以療癒到我這樣 就很感動 回家就吸在冰箱上